当我们培养孩子成长的时候 我常常就说我们有十八 很宝贵十八年的时间 来跟孩子经历这样一个关系 投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做他们的心情领袖 作为父母来说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跟家里面的孩子 互动的当中 可能有一些情绪 情感上的这些的问题 往往可能都是从 我们也读经祷告 可是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些的障碍 有一些的东西 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的罪 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自私自义 没有被处理掉 所以我是觉得 对我来说 如果让我能够在这个 跟神的连接当中 在这个跟神的互动当中 能够更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首先我自己要常常的 就是在主面前就来清洁自己 去回想自己有哪一些做的 因为我们毕竟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有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的确是在 都是在这个继续被建造 或者是这个 在渐渐在改变中 然后跟这个圣经里面 保罗他自己也说 他是属神的 他有神的生命 然后他有圣灵的充满 但是他天天也随时 他也面对的是他的一个老我 我常常就是半开玩笑的 就讲说我最喜欢毛主席的那一句话 那就是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常常就是如果是我爸爸不了解我 或者我跟我爸爸有这个 跟我母亲有什么 那我就想你不是在这个教会的时候 这个微笑的 然后还说这个圣灵一定会帮助你 然后可是你现在对我怎么这样子 不过了这个 等到我自己成为牧师的时候 我的孩子 我最怕的就是 在讲道的时候 我的孩子在下面 从他们的眼神里面 我也可以知道 有两个然后是对着我 你讲的真的吗 但是至于这个落差 那我们怎么样 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刚刚又讲的这个很实际的 我心里真的是想 然后我也知道我在改进中 但是我还是一个不完全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老我 不但是影响我的价值观 我的脾气 然后我的反应 我的reaction出来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是 唯一的 然后就是跟我们的孩子 是用一个真诚的 然后I'm sorry 然后这个是 Amen 这个是我自己认为 这个是我做这个牧师 或者是 这种双层的角色的时候 对我自己的孩子 然后看得见我 然后知道我的 然后就是 对不起 然后爸爸这个错了 你也知道这个是我讲的 跟我做的 我没有做到 然后我就是 我尝试在做 然后但是 你原谅我 因为的确的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 绝对不是 而且我们信主以后 是一个建计式的 不是一次的 每一位老师都这样说 所以我们要学会 不是一个完美的 而是要做一个 praying parent 是要祷告 谦卑自己要道歉 那有个经文呢 就鼓励我们 就刚刚我说的 那个从猪的性格 变成羊的性格 还是犯错 还是丢在泥巴里面 我们就可以记得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优优独播剧场上